陳司長 周院長 以及各位現場的朋友跟先進們大家好 我的話速本來就是左男總監的十分之一 他講話比我快十倍 再加上今天可能感冒還沒有好 要先跟各位致歉 首先要先非常感謝各位對台達的鼓勵跟關心 特別是給我們很多肯定跟支持 今天台達能夠有機會 在這個品牌肩價當中 今年有一個比較好的表現 聽到這個Interbrand的解釋 是因為我們在ESG上面的努力 其實我自己個人有非常大的感慨 因為十多年前 當我們第一次看到這個Interbrand的肩價評分標準的時候 我發現這個CSR 當時還沒有ESG這個名詞 CSR 當時只能列在這個 Brand Strength 品牌力裡面的Protection 也就是說當時大家認為這個企業的社會責任 對品牌只是一個被動的保護 就是當你面對一些風險 企業風險的時候能夠提供的保護 但是今天呢 CSR已經變成了Interbrand 在品牌肩價裡面非常重要的一個加權 我覺得這好像也是Evolving with the times 就是剛剛跟我們今天的這個計畫的主題 非常地符合 那我想今天就利用25分鐘的時間 跟各位分享台達自己內部 特別是在ESG跟品牌的整合上面做了哪些努力 那因為品牌要努力的面向很多 那今天我被給予的題目 是特別加強在ESG上面的這個彼此的介力 那我用的利他的力量這個title呢 其實是我們正創辦人的一本新書 那謝謝剛剛陳組長特別提到 他到台達來正創辦人就一直在提環保 節能 愛地球 它的確不是從現在開始變成的熱門話題 這個是他在52年前創辦台達的時候 就已經幫台達設定的我們的公司經營理念 英文我們有一個版本叫做 to provide innovative clean and energy efficient solutions for a better tomorrow 我們這麼早就已經把 energy efficient 這樣子的一個標示寫在我們的經營理念上 那這樣子的一個指導原則 也引導了我們所有公司的企業發展 我們開發的每一個產品跟業務 都希望能夠為地球節能 為能源效率進行奮力 也因此呢 台達除了在這個能源效率是領先者之外 我們的業務發展也開始有了更多元的投入 那包括我們最早先 一直是在全球這個 switching power supply 這個 power electronics 上面的市佔率很高 那今年呢 又因為我們在電動車上面的投入 新增了一個領域是mobility 另外兩個領域包括了automation 自動化 自動化包括了工廠自動化 以及樓宇自動化 第四個領域是infrastructure 它包含了ICT 就是通訊上面的infrastructure 以及能源基礎設施 所以這是一個簡單的台達的輪廓 那事實上呢 我常常會被問起 就是說在台達做品牌 有什麼最簡單一句話的心法 那我常常都自我要求 希望我們能夠從真實而獨特出發 非常湊巧 今天早上在Interbrand的分享裡頭 專家把市場以年代來分 從最少的baby boomers 到最年輕的這個generation z Z generation 它有不同的區隔 以52歲的台達來說 我們應該落在這個baby boomer的 這個領域裡頭 但事實上呢 在Interbrand的這個分享裡面 它把generation z 裡面特別強調 這樣的市場跟消費者 他們特別強調的就是authentic and unique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些沒有套招 但是我看到的時候覺得很感到欣慰 因為覺得我們一直在用這樣的方式 在自我要求 用最真實的方式來呈現台達 這也是今天早上幾位專家 特別用到的一個字叫integrity 就integrity就是你要說到做到 而且你呈現的是真實的自己 那在這樣子一個出發點上面 我怎麼來策劃每年台達 面對市場的一個面貌呢 這個每年我們都會去參加 台北非常重要的國際電腦展會 Computex 那我在2010年加入台達的時候 剛好台達幫助重建了一個八趴風災之後 受到風災影響的小學 納馬夏民權國校 當時整個部落都受到了風災的影響 學校整個被衝走了 那台達的創辦人以及基金會 共同捐助我 重新建了這麼一個小學 那這個小學有很多故事可以講 包括它的造型是用當地的一種花卉 那它的建築的概念 也跟原住民的生活方式有關 那建好了這個小學之後呢 我就想為什麼我不把這座小學 搬到Computex的展場來 那它就是一個最真實的呈現 就可以在Computex上面 可以看到有這麼多台達的產品 共同運用才能夠促成這樣子的一個 零碳的小學 那在這一年過後呢 很多媒體朋友也開玩笑問說 那我很好奇喔 接下來幾個年度 你們還有什麼樣的故事可以說 那麼非常幸運 台達在很多工藝項目的這個投入裡頭 其實都變成我們很好對外呈現的題材 包括我們曾經參加了一個 國際的太陽能建築競賽 還有正傳媒人特別推動的MOOX 還有我們把自己 台達美洲區的總部 也是一個近零的建築等等 都把它搬到實體的 在Computex上面做呈現 那也很真實的 讓台達所有的產品 怎麼樣能夠共同營造出一個 智慧低碳的一個環境 能夠有一個很實體的展演 那事實上我剛剛也提到了 就是我們的企業經營使命 它同時呢是帶動我們的企業發展 但它另外一方面 也是我們在基金會這邊努力 一個非常重要的指導原則 很多人都會問我們怎麼開始做ESG ESG對台達來說 我們也是從不懂開始摸索 持之以恆 最重要的事情是 要投入真正關心的事情 那怎麼投入這個真正關心的事情呢 其實我就用我們綠建築這個故事 來跟各位做分享 其實我們正創辦人呢 他自己呢在2005年的時候 讀了一本書 那這本書呢是綠色資本主義 Dr.Lovins 的作品 那這本書裡面講到 建築佔全球的能源耗能有三分之一 耗電有百分之五十 如果我們可以在建築裡面 做到節能的話 其實就可以為全人類做很好的節能 那因此呢 他就自己帶著團隊到歐洲 到德國也到泰國去實習去見習 那這是我們鄭先生2005年的照片 那其中裡面也包含了我們現任的執行長鄭平先生 還有我們台達負責營建的團隊 跟基金會的同仁 他們一起展開了這樣子的一趟學習之旅 當這個學習之旅完成之後 鄭先就要求我們每一棟台達的建築都要是綠建築 剛剛這個組長有特別提到 我們是第一棟綠色工廠綠色廠辦 當時工業局給的一個標章 那這一棟綠建築在台南 也是台達的第一棟綠建築 當時就有非常多國內的同業很有興趣來參觀 那我們的確從這裡開始推幾集人 不但是自己的廠房希望是綠建築 也希望我們所有捐建的學校都是綠建築 剛剛提到的這個納馬夏明泉國校 其實呢這座國小的故事呢 我帶到聯合國講了三遍 講了三遍其實是不一樣的內容 因為它有三種不同的價值跟貢獻 首先呢它除了自己是一個很好的節能典範之外 它也是對抗氣候變先能夠增強韌性的一個很好的案例 因為它變成了當地的一個救災避難中心 所有當地的這個居民在颱風道的時候 只要在裡面避難救災 有七天可以不斷水不斷電 比在平地能夠得到的保障還要更好 那事實上它在去年2021年底的時候 還得到了這個LEED 就美國USGBC的綠建築標章裡面 是亞洲第一個零能耗的一個認證的校園 所以光是這三個不同的角色 它的確都在國際上是很有標竿的意義 那推擠及人的結果是我們總共到現在 從2006年正先開始要求蓋綠建築 到了今天我們有32棟綠建築 以及有兩棟的綠色書局機房 那這樣子的綠建築的故事 我們很高興地把它帶到了聯合國去做發表 那剛剛有提到就是台大基金會 從2007年每一年都有去參加聯合國的氣候峰會 那我自己很有幸地去做過三次報告 那在這歷年來當中呢 最有代表性的其實是也是最重要的一場 在2015年巴黎做的這個氣候峰會 那這個氣候峰會呢 是由我們正創辦人率隊 台大有好多主管跟同仁一起參加 那其中包括我們有一場正式的周邊會議 以及我們的執行長鄭平先生跟我 都有機會在德國館做發表 對於綠建築的技術以及我們在公寓上的推廣 剛剛主長提到了有一個很特殊的展覽 結果我正巧準備了這個展覽的故事 可以跟各位做報告 因為當時我們聽說巴黎為了這一次的展覽 動員了很多不同的資源 那我其實是花了一年的時間在做這個籌備 那動員的資源之一呢 他們是開放了自己的這個這個palace 就是他們的這個展館 希望能夠可以讓所有的NGO都可以進來做展覽 這個展館其實呢 平常不對外開放 它是由這個巴黎市的這個文化廳來主管 那通常都是巴黎自己的品牌才能夠做發表 我們如果有興趣的這個朋友 可能會看到一些品牌在裡面 把整個打造成一艘船啊 或者是一個博物館等等 Chanel等等的品牌 那我因為要做這樣子的預備 很高興的能夠爭取到一個展位 就希望能夠先去看場地 結果這個也是一個案例 可以跟各位做品牌的朋友們做分享 因為我去看的時候 他們告訴我 他說你運氣真好 今天呢要做這個展覽的 在這個展廳裡面要看到的是ERMES ERMES這個也是很重要的法國品牌 那我就以為我會看到很多鞋子包包 有很多這樣的展出 結果我們沒想到在這個大皇宮裡面 我們看到ERMES辦的活動是馬術競賽 那也表示有不同品牌 它在投入不同的工藝參與的時候 其實也會跟它品牌原先創始的一些初衷 他們可能就是從這個馬具開始最為有名 所以它還是會繼續支持這個馬術活動 這個只是旁邊的一個花絮 但是對我真正重要的事情是 我發現這個大皇宮它的屋頂整個是玻璃做的 意思是說它可以完全透光 在白天你要在裡面做展覽的時候 它跟戶外是一模一樣的 但是對我策劃展覽造成了一個非常大的困難跟挑戰 就是因為台大非常習慣 也很擅長用投影來做影像的溝通 因為我們有很好的投影機 我發現有這樣的一個限制 如果是在一個光亮的環境裡 我沒有辦法使用我的投影機 所以我就跟主辦單位特別地去請求 說我有這麼好的投影機 我們也非常有誠意要帶很好的影像作品 包括書法等等 那我需要搭建一個比較高的棚 把整個我們的展區給遮蔽起來 因為整個展覽本來它對所有的展位 都有一致的規定 就是只能有五米高 那我說這個五米高我沒有辦法搭投影機 我真的需要讓它架高 才能夠把我的設備搬進來 就沒想到我們這樣子的溝通呢 這個法國主辦單位也同意了 因此才會有這樣子的一個呈現 就剛剛有提到大家印象比較深刻的 是我們怎麼樣能夠在巴黎大皇宮 在COP21的這個全球矚目的時刻 為台達為台灣搭齊做高人一等的帳篷 那這個帳篷它的造型其實當時我也希望 就是能夠復刻看到的這個 納馬夏民權國小 所以整個裡面呢就可以把 納馬夏民權國小的故事說一遍 也把台達當時二十一棟綠建築 我們叫Delta 21 at COP21 把這樣子的故事用一個展覽的方式成形 那這樣的一個展覽呢 裡面可以看到我們振先的初衷 以及我們每一個展覽 每一個建築的特色 那也做了很多互動的設計 其實這是一個很難得也很特別的例子 就是ESG怎麼跟品牌互相支援 這本來是一個ESG的活動 是一個基金會的活動 可是它變成我們一個品牌 非常好展現自己實力的一個機會 那這個展覽後來我們還延續不只在巴黎 繼續把它帶到了北京 帶到了台北 帶到了高雄 在好幾個場地做不同的變形跟展覽 但是概念是一樣的 經過了這麼大的一個宣傳之後呢 我們發現有好多朋友跟同業 他們都很希望自己的大樓也變成綠建築 也可以把舊建築立刻省電50% 就很希望找台達來幫忙 那我們就發現就是說 這些能夠讓建築變綠的很多設備 原先就是用台達自己在工廠裡做節能的一個概念 但是又經過了更多的M&A併購的過程 包括歐洲 美國 加拿大以及國內的公司 使得我們有能力可以做更高的這個解決方案 所以這個台達的綠建築呢 就從推擠 集人變成了一門好生意 這個也是一個蠻特別的故事 就是原先的這個初衷是因為正先希望 我們所有的建築都能夠降低用電 降低用炭 結果現在變成了台達很重要的一個樓宇的一個生意 這個樓宇自動化的生意其實成立的時間的確就比較晚 但是因為透過這些並購我們很希望能夠快速增加我們的能力 那我舉一個例子 就是現在我們可以幫助到像台中港這樣子的一個範圍 做到一個智慧整合的一個管理方案 包括它的安防 包括空調 包括可再生能源 照明等等 做一個整體的解決方案 這個變成台達很重要的一個業務之一 那剛剛提到的CUP 今年馬上要在星期四 從11月30號開始舉辦 今年會再杜拜 那今年的CUP28 其實它的重要性就是在檢視 剛剛我們提到的巴黎協定 CUP21 當時所設定的減碳目標 跟我們現在實際的狀況有多大的差距 那各國要不要再提出新的自主減碳的目標 那台達這一次也不會缺席 我們團隊兩個星期都會在現場 但是台達自己的活動分別會是在12月的10號 跟12月的12號 那有一個在藍區的一個Official Site Event 是一個正式的周邊會議 另外我們也會在這個Building Pavilion 在建築的這個館裡面去做發表 那剛剛提到的比較是我們ESG 在S的方面 在社會參與的面向 怎麼樣可以contribute 可以貢獻回我們品牌的溝通 變成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元素 那接下來我想我還是要回到今天報告裡面 很重要的一個主題就是ESG裡面的E的部分 我們做了哪些努力 那E的部分當然就會是跟Environment比較有關 那Environment裡面我們有幾個很重要的宣誓 從時間點來看的話 一開始的時間點就是2015年 2015年呢 當台大的團隊參與了巴黎協定的那一次 發現國際上開始了一些新的倡議 那其中一個叫做We Mean Business 它是一個一語雙關 就是我們是來真的 我們是真的要開始做節能減碳 那台大當時就很快地加入了這個倡議 那在2017年呢 有一個新的倡議呢 是有一個很清楚嚴格的標準 可能在座很多朋友都熟悉 叫做SBTI Science Based Target Initiative 它是有科學基準的一個認證 那它希望呢 每一家企業可以在這個2度C的要求前提之下 去計算你自己的減碳路徑是什麼 那裡面要有非常精準的科學數據 那當時台達是台灣第一家 通過這個SBTI審查的公司 那我們當時給自己的設定是 2014年到2025年 在10年之間 我們的碳密集度要下降56.6% 我想大家清楚 碳密集度就是 你做一樣金額的生意 你耗的碳比重是多少 所以你的碳密集度要下降56.6% 這是一個很大的承諾 那結果呢 台達的同仁真的是非常的努力 不管是最高的主管 還是我們線上每一位工作同仁 在我們的努力之下 我們連續四年 就已經提前達標 而且碳密集度是下降了71% 那這個提前達標 有很多不同面向的努力 那雖然我們很努力 但是這個SBTI也很努力 他們就又提出了更積極 Agressive 的目標 他說現在這個2度C 恐怕對地球還是有很大的風險 所以我們要把目標設在1.5度C 那要通過這個1.5度C Net Zero的一個目標呢 我們整個同仁又開始重新盤點 重新計算 這是一個很浩大的內部的工程 因為我們的產品很多元 然後工廠也是全球化 要做一個大幅度的盤點 是一個很大的內部的工程 那非常高興的是 我們能夠在2022年底的時候 變成亞洲第一家 也是全球第四家硬體設備產業 能夠通過這個1.5度C的這個SBTI的標準 其實這個看起來一張很簡單的投影片 裡面都有非常多 我們同仁共同努力的這個投入在裡頭 那在這裡面呢 其實呢 有一個議題呢 是大家好像特別有興趣也好奇的 就是探定價這個議題 就是我們常常講這個內部探定價 那大家知道台達很早就開始做內部探定價 但事實上可能不曉得 我們這麼早是早自於2014年 那2014年開始呢 我們還不敢直接的真的收這個探費 那當時呢 就是說大家如何要開始起步 這是台達一路走來起步的過程 可以分享給大家 就是一開始我們用的是一個影子價格 是一個Shadow Price 就是說我們心中有價格可是沒有真的收 那心中有價格這個價格怎麼定又有什麼意義呢 那當時因為我們的工廠生產機構在中國大陸比較多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 設了一個20塊人民幣 那漸漸的各個地區包括台灣還有泰國等等都有設 那這個價格一直調整 影子價格沒有真的收 但是它有一個幫助是可以幫助管理決策 去判斷你所有的這個減碳要投入的投資 是不是合乎你的預期 所以這個就是Carbon Return on Investment CRY 那事實上我們從影子價格到了2021年呢 開始下定決心要真的收探費 所以每一家可能都有一個自己內部的 心中想像的一個探價 那台達不敢說是第一個有探定價的公司 可是我們可能是台灣第一家 開始收有探費機制的公司 那這個探費呢定的相當高 是300塊美金一頓 那也希望能夠透過一個這樣子一個機制 能夠更加速我們的減碳 那這個探定價它的意義是怎麼呢 就是說我們要從看到同影片的左邊 我們跟每一個事業部門收這個探費 收了探費以後就有一個Carbon Fund 然後我們有了這樣的一個基金之後就可以投資 那在投資呢除了有更多的節能減碳之外 也要投入更多新的減碳的技術的創新技術 那所以在這樣子一個善意的循環之中 有更好的減碳表現 我們將來收的探費跟探價可能就可以不用這麼高 那最終希望達到的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這個SBTI裡面 要符合1.5度C 那台達最主要的兩個承諾 一個是202030年要能夠達到100% R1100 以及我們2050年要有一個Net Zero 那在這樣子的一個目標之下 我們現在在哪裡 以這個R1100 100%再生能源的這個目標的方向上面呢 我們在2022年底已經達到了63% 那可以看到我們在不同的年代給自己設的一個目標 其實都是具體的 那另外呢也得到了一些 國際認證的一些給我們的肯定跟鼓勵 包括剛剛講到要對很多不同的Stakeholder 那其中就是我們的Investors 他們很重視的這個DJSI 在道琼文區指數 從2011年開始我們就是它的世界指數 而其中有很多年我們都是產業裡面的最高分 那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 特別看的是碳是CDP 其中呢包括這個氣候變遷 還有這個水跟這個供應鏈等等幾個議題 我們都是拿到最高分 那我想最後已經提醒我了 只有最後一分鐘的時間 台達怎麼做 其實我們是一個團隊的合作 除了品牌 包括ESG的團隊 還有基金會的團隊 我們是一個幾乎可以說是三位一體的在共同合作 那我覺得我們很強調一個字就是coherent coherent是一個連貫性的意思 就是我們做的每一件事情 以企業的產品的發展 營運的方向跟基金會社會公益投入的方向 跟我們ESG追求的目標 這個整個是扣合在一起的 因此所有的力量它就可以發揮一個加成的效果 那我們也很高興能夠有今天能夠得到 Interbrand的肯定 也很謝謝各位給我們的鼓勵 那我想今天我就先把我們自己內部的一些實際案例 跟各位分享跟報告到這邊 謝謝 IDA IDA proudly marks a transformative decade for the more than 800 brands we have serviced we've ignited a great reset pioneering sustainable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in brand building across more than 180 different industries join IDA in this era of possibility where leadership meets digital DNA and brands evolve with a conscience let's reset, recharge and rebrand let's reset, recharge and rebrand